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米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为意大利共和国 我们统称意大利来祷告 意大利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南欧的薛行半岛以及地中海的两个岛屿所组成而成 2017年的统计约有6000多万人 是欧洲世界第五多人口的一个国家 它的首都罗马一直以来是西方的政治中心 充满了各类的文化遗产 米兰则是时尚之都 是许多观光客时尚品牌必到之处 还有着威尼斯著名的水都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而今天这个美丽的城市 要我们一起来为它祷告 从上个月探测到在意大利的南部 竟然已经高达了48.8度C 因着全球暖化高温穷顶的影响 其实意大利的周围不只是希腊 地中海沿岸各地都已经有各类的野火大火侵袭 意大利也正严正以待 而且它有这么多的人类文化遗产 有高达53处的世界遗产 需要你我一起来祷告 我们祈求神来帮助意大利 免去在这样一个全球暖化 这样一个世界灾难里面 让意大利的许多的教堂 也不再沦为观光客之地而已 而是再一次的神来进到意大利 成为意大利的祝福和美好 我们一起来为意大利祷告 主啊我们将意大利交在你的手中 向你来献上仰望 过去这些属你的教堂 如今都是观光客所光赏之地 求你再一次的苏醒意大利的百姓 让他们可以认识你 经历到真正的平安和救恩 福音使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而主因着全球暖化高温穷命的影响 野火的侵袭恐惧 在意大利的里头 求主来挪走除去 让这个气温自然现象在你的掌管里面 你恢复这世界的一个现象 你也让我们更重视环保 更加的爱护你所创造的这个替球 主我们也求你来带领意大利的百姓 和政府官员们 主让他们都能恢复到神啊 你的那个美好创造 让这个国家在你的里头 是平安的 是喜乐的 是充满了神荣耀的 主我们来仰望你 谢谢你 给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为意大利祷告 让我们知道这个从事 在这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消息 新闻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因此继续的订阅我们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可以去发掘 更多需要祷告的国家 也让我们透过祷告 祝福这世界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祝福这世界 我们下周见